為什麼有劍殺燈廣告感謝政府呢 立委們又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們交給林佳元 好 但你來關心立法院的最新狀況 邊政府時代的時候 蔣公同向被移出了軍營 不過在最近的時候 馬政府上台 空軍司令部就把蔣公同向 悄悄的移回去了 對此藍綠立委都很不認同 但你一起來聽聽看 覺得對蔣公同向 我們不必要用那種所謂的 威權或對立概念來看它 我們來看就是說 它如果原來是在營區當中 它是原來就有個銅像在那裡 如果那個銅像 因為民進黨執政被移走 現在那個銅像還在的話 我是贊成把它回復到原位 那如果說那個銅像現在不在 而且那個原來銅像的地址 已經改建了其他的建設的話 建築物的話 我覺得倒沒有必要 大費周章 勞民傷財 又去蓋個銅像 我倒覺得沒有必要 我認為這種政權的復辟 又把這個威權的代表人物 來用這樣軍理的 這個 銀接 我認為非常不妥 那代表台灣 在這幾十年的民主化過程 是白混白搭的 除了這個蔣公同向議題之外 怎麼會有這麼誇張的一個建商 就是最近政府不是要抑制房價 要停止標售國有地嗎 不過竟然有建商表示說 謝謝政府這樣的做法 因為這樣可能會造成物以稀為貴 可能會這種哄抬那個房價的一個可能性 對此立委強力痛批 帶你一起聽看 我想這個建商也太囂張了 事實上政府這一波在抑制房價的做法是不對的 我講了很多次 你不是停售那個國有土地就可以解決了 你應該是要去停止融資 停止那個一些建商炒作土地 他們是怎樣 他們是從銀行搬錢 來買炒作這些土地 是拿我們納稅義務人的錢 去炒作土地去賺他們的錢 所以應該是要限制這個融資 所以這個建商我會 我看是哪一家 我們把建議我們的那個銀行 那融資貸款把它鎖緊的話 看他會不會這麼囂張 這個是太離譜了 而且我們也坦誠 政府的對這個房價的抑制的做法 確實是有不當 而且做法也不對 好了 抑制房價是不是要動用 那個停止標售國有地 其實藍營立委有不同的解讀 但是他更痛批這個建商 竟然去大篇幅的開燈廣告 感謝政府的作為 以上是立法院最新狀況 把鏡頭先交換給彭內主播